这边开档口做生意的小贩是属于韩籍人士 我们有聋哑人士 自闭低的 我呢 是我的视力比较差 我的用眼是看不到的 是假的 有一些年长者经过他档口说 哎 你是正常的 我说是啊 我是正常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咯 只要有个机会 盲人也是可以煮饭的 我是Pauline 我在Denity Kitchen 营业沙坡饭 一个多月了 在Denity Kitchen 工作的身体都有各自的长期 第一单饮料有Auntie Lisa Uncle Peter Rahima 刚刚卖的马来餐 Mandam Day 还有Rosiwa 原历人的Alex Rosiak的Sani 再来就是经济炸菜饭阿萍 还有Namnak 看镜头说哈喽 哈喽 他是在点心部门帮忙的 起初来是蛮挣扎的 因为毕竟我是VJ Impact 当我来的时候 我觉得灯光不够亮阿 我能适应吗 当我们的书馆把蛋口交给我的时候 他没有stress我咯 他会跟我讲 不要紧张 慢慢做慢慢做 因为我很容易紧张嘛 然后我在吃药 如果紧张我会抖啊 我手会抖啊 但这些不要紧张 慢慢做慢慢做 都是所谓的镇定剂啊 当然啦我的势力有限 我并不能够向人家切到哇 可是每天一直重复做的东西 我不是用看的 我是用我的手感的 我的手一触摸一感觉 我就能够做了 当然沙坡饭最好吃的是用火炭煤气啊 可是我们这边用的是电 比较安全 用电的呢就没有所谓的祸气嘛 我也煮不出最好吃的沙坡饭 但每一锅都是我用新煮的 我的右眼呢我戴的是一个假眼 左眼呢我19岁的时候是往摩托里 其实通常我用cane 我很喜欢act to be sighted 哇我走路有风了 我开这一走很快了 第一我弱势 可是我还是属于看得到嘛 那变成说我会很在乎别人的眼光 很挣扎 很挣扎 当你拿着cane的时候 又戴着一个眼镜 人家会讲说 哎呀 是不是给钱咩 当我第一次拿着cane 下着雨 我的泪是一直在流 我会觉得自己家人 也未必能够了解 接受你拿 你拿着cane 有一回我记得 我后着cane而已 我妹妹就会跟我讲说 二姐把cane收起来 我带你 所以那种感觉就是 哎 是不是我拿cane 他会觉得 他很排泄很丢脸这样 这样子咯 我快一年过半百了 多几年我就50了 我必须承认我自己残疾 我必须面对 这个很现实的问题 现在有时候我拿cane 我在走的时候 我创造人的话 他们也不至于骂我 他很凶 哈哈哈 够吼 哈哈 来来来来 这是他互动最多 我们是同一批 留下来工作的 他帮我最多 也是欺负我最多 哈哈哈 他是聋哑人士 他的左边耳朵还是可以听得到的 在这里 大家都是有各自的残疾 比较能够互相了解 融入在一起做工了 我觉得很感恩 你看我们工作时间 等下有说有笑 这样就一天就过了 谁都不愿意自己身体 有任何的残疾 社会要给我们机会 我们是没有工作能力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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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